我们就来看到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从明天开始要展开400公里的图铺 卸票之旅 终点站是选在高雄 被认为是要参选高雄市长的机会 越来越浓厚 而党中央的初选办法 有机会在本周三的中常会通过 也传出了党中央酝酿说服 罗志强出面来挑战高雄市长 以罗志强在国民党内的战力 当然在2022年的县市长选举里面 不要缺席 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那么在高雄市是国民党非常艰困的选区 之前其实也传出高金素媒 是大家非常认可的一个人选 但是我想所有的人选 除了他的战力 他的亲和力 还要有他的意愿 那么罗志强如果有机会到高雄市长 去力拼选举的话 当然不只是力战陈其迈而已 更重要的是必须能够担任母鸡的角色 让这些高雄市议员 国民党籍的高雄市议员 能够继续的连任 还有提拔新人进入高雄市议会 所以以罗志强的战力来说 他到了高雄 除了要艰困的去经营之外 那么最重要的 还是要担负起一个母鸡的角色 除了高雄市之外 罗志强被点名是台北跟桃园 可能的参选人选 对于这样的建议 我们办公室一律就是感谢来做回应 代表罗志强议员在市政方面 以及政治上面的参与 是被大家所肯定 也被大家期待的 那至于现在现有的规划 还是等到400公里 我们亲近这块土地 然后脚踩过 聆听过大家的意见 也让罗志强议员有个时间好好沉淀之后 做出最后的打算 那当然党中央也有来洽询 罗志强议员的意见 那现在就是以党中央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 我们当然是义不容辞 去配合党的决定 请不吝点赞您的呼吸